上回我們講到 藤玉延續打敗了李源那邊的兩名高手 眾人尤其是見到那個本泥將帶鋒打到一扣二扣的猴毛心 只是在幾個回合之間 就被藤玉一腳踢到蛇女人變成乱攻蝦米地跌在地上 一時間個個都呆了 過了一陣才一起跟天涼動地地響了喝彩聲 李源真是沒有臉了 叫人將劉毛心搬走之後 見到眾人的目光 都望實 化名為龍線的藤影 讓人看下自己的心那麼叫閉 自己剛才跨下海口 當這場比目是一場遊戲 現在自己這邊是連續兩人打輸 如果要自己下場 跟龍線打 雖然一定會輸 但是亦都沒有必勝的把握 但現在已經是世成騎虎 朱仙忠的聲稱 原來董先生手下居有這樣的高手 這樣看來 先生的劍術也一定會很厲害的 不如讓我們兩個幻分一場 免得別人說 我在你的伯仁歷戰之後 才下場撿個便宜 他這番話雖然言之誠意 但個個都知道 其實他對龍線非常孤寂 漢少龍微微笑 首先一擺手 叫藤役上來 然後才站起來說 董某的深淺 李兄你一旦應該在你的家將那裏 知道你一清二楚 不過所謂倚民又怎及硬見 李兄既然有這樣的慶智 董某自當奉陪 李元本尼 剛才那番說話推堂之詞 就不想直接面對龍線 想不到董康居然願親自下場 不那麼高興 因為他雖然未見董康的武功 他想著這個人既然號稱馬癡 整副心都扔在羊馬那裏 就算識劍術 又有多高明 至少自己打他的把握 就比龍線多了幾分 你一下 趙發 趙穆 韓廠他們 都是漢少龍擔心的 因為李元號稱楚國的第一名堅 看劉無心他們已經知道李元的犀利法 董康這個董馬癡 平時未聽過他用劍是怎麽出名的 可想而知 兩人哪個高哪個低一點 都不用花腦筋 就可以想得到 紀伊元亦都擔心他皺著眉頭 因為他知道 現在李元非常妒忌 韓少龍 如果韓少龍輸了 李元就算未必公然地取一條命 但打到斷手斷腳的必然難以行免 韓少龍脫下保健 交給旁邊的人 轉頭對李元說 我們怎麽能夠學手下 以命拼命呢 這樣打太過不斯文了 不過甲袖可以免了 但是用木劍仲是比較好的 大家點到即止 不要违反郭先生 剛才的好意 李元雖然很不情願 很想用把劍 把李康起碼 斬上一隻手 一隻腳 但怎麽都不能擺明 說自己要殺死對方 這就顯得太無風度了 於是 松茸少一笑 董先生既然有這樣的提議 在下自當遵從 韓少龍腔的心暗暗好笑 你原理這壬還不中計 因爲這些練習用的木劍 比那些青銅劍 起碼要重上三分一又多 自己本來就用慣墨子木劍 當然亦都習慣 但好像李元那些用劍高手 雖然用木劍依然可以發揮他的劍術 不過 把劍輕了一分 重了一分 對他這個高手來說 對劍術的影響 這就好奇重要 僅是你一行 他就已經蓋不上自己 韓少龍腔的對方中計 信心更加大增 接那把木劍之後試一試重量 雖然只蓋得上墨子劍七成 但比一般的鐵劍 青銅劍已經重上了很多 李元亦都隨手揮動木劍 心想一會兒就算用這把木劍 但刺盲對方的一隻眼 這樣亦都最理想 只要能夠破到他的傷 我看你還偏有面目 去追我心目中的那個紀佳人 嗯 項少龍不如說 趙管主 難得李元先生在獄場 你必須跟我們來鼓聲助興 眾人都一樂意 接著 那個負責激鼓的律師已經 頂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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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我的鼓聲鼓到震天響 李元英將他的臉龐 突然間臉色一冷 骨頭奸二立 配合他高壽挺拔玉樹臨風的體型 真是有非凡的姿態 韓少龍 卻將把責物凹在身前 額立如山 雙眼射出著英一用的晶光 照定對手 两人互相一对立 马上显出高手风范 在场各人都感受这种风雨来临之前 拉紧了的气氛 当堂全场压着无声 经过这大半年的潜心修炼 汉小龙已经由锋芒不露 转为气定神陷 然看过他很多次动手的照目 他们也不能由他的动静 想起以前的汉小龙 因为他在武技上的俊修 已经跨前一大步 整个人的气质也由此转变 己燕炼本身也是用战的高手 本来他很替汉小龙担心 但是现在看到他随便一起 就像冤长乐此一样 他心里大为惊讶 难道上次他跟自己交手 他未用尽全名 他怎么知道 汉小龙这半年来 得到了默示宝围之后 便建伯大进 延除功力亦都深厚了很多 最后在场边的赵志眼中 只有剩下一个董马痴 那种自然流露的英雄气质 就算外形给他好看很多的李远 亦都稍敢信息 赵瓦看下李远 又看下汉小龙 觉得双方对他都有一种很强大的吸引力 但是这个董马痴身上 那种永远都被人可不清抵世 和好似汉小龙的气概 他是绝非李远 能够给人一种迷人的感觉 角兽而却是另一番的感受 本来李远正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夫妻 文武全才 既牵昂又文秀 见且又有身份地位 虽然明知他的人风流好色 但是这个时代的男人 谁不是这样 所以也只有逆来信守 遵从负命 想着一定会嫁给这个人 但是见到现在这个董康 他又使他感受到另一类男人的吸引 这个人粗豪奔放之中 他又显出扣人心言的智慧 与与众不同的见识 令他愿意被这个董马痴征服 这下真是使他难于取舍心情矛盾 现在他们两个终于一较高下 是否能够给他一个决定的机会 在这个战争的年代 人人都要见习记忌 剑法组组成了行为一个人本命的标准 剑法高明的人 当然会得人体重和欣赏 只见这个时候 李源在长中目不转睛地 和汉小龙对望 他冷言说 动轻的仰马之技 天下无伤 在下很想看看 你这个剑法比不比起上你仰马的本领 接着 木剑摇摇指示汉小龙 剑身不断震 在旁边看的人 都不敢为汉小龙 哎呀 你这一把冷汗 想不到李源的剑法和内力的收尾都这么公明 竟然可以戏冠木剑生出微异的变化 使人不可以触摸得到出剑的角度 但汉小龙一点都没有被对方迷惑 他的嘴角 竟然露出了一丝高深莫测的微笑 既然李兄这么心急想试试在下的斤梁 那你还等什么呢 他的语气透了强大的信心 使人清楚感到 这个人一点都没有一点的胆怯 他的李源也不是高手 一点都没有被对方的说话激怒 他微微一笑 突然向前一冲 当汉小龙木剑养起的时候 突然又退分回去 恢复到先前对峙的状态 距离之间都没有半分的改变 可见李源进去的步伐是怎样这么准确 只是这一点 已经知道几几年对李源建设的评价 是有根有据 这个时候赵志的心有另一种想法 他心想 只要这个董马痴的剑法可以避得上那个龙线 那么两个人加起上来 就足以刺杀任何人 但是这个董马痴 居然怎么都不肯帮自己刺杀田丹 真是无情之极 藤逸在上面也看得很紧张 他本来对汉小龙最有信心 但是看到李源试探的高明战略 以及深合法度的步伐 也不禁有些看汉小龙担心的想危 但是最有信心的 反而是汉小龙自己 他不是兄弟 而是进入了默示守卫的心态 无人无我 但是敌人的意向 他们一点都被他动察无谓的观察 掌握在里面 他知道李源在引自己出击 但是自己却绝对不为对方所动 如果双方都不出手的话 最丢架的那个当然不是他这个麻痴 而是跨了海口深狂气愕的李源 在二十一世纪受训的时候 很注重战斗的心理学 就算和对方打架搏斗 也就是活用心理对对方的影响 现在他正是活学活用 要从李源的性格来把握他的弱点 果然李源等了一阵 见到这个董马仙一点都没有动手的意思 自己的心忍如焦处也想起 因为自己号称 坐过的第一用战高手 刚才又趴下海口 不将对方放在眼内 如果现在不敢动手的话 那么人家肯定笑都笑到你面黄了 于是他大开声 单手举剑大步扑上前 到了长剑猛劈汉小龙的时候 左手也扼上剑柄 变成双手的全力运劲 力度突然增大了一倍 虽然在长剑有很多人都痛恨李源 但是对他这种奇风突出的一招 他大得忍不住一起叫好 而且他这一剑凌厉狂猛这一致 将全身的功力都罪于这一劈之下 如果杭少龙只是单手迎战 很可能一招之间就已经分出强弱心战了 但是 这边杭少龙依然是心如止水气定神陷 只见他双眉向上一仰 手换一翻 居然真是单手向着李源那把剑就融上去 竟然一看就吓得放心剧跳 忍着伸手掩住自己的口 几乎要叫出来 他和杭少龙和李源都交过手 知道他两个人的臂力都是差不多 但是现在李源双手还剑 而且占了前冲主公之势 这一刻从力度来说 绝对不是杭少龙单手可以抵挡得住 哎呀 他怎么会这么笨呢 在场众人只听到李源一见当头劈下的风声 接着听到一声大喊 就是知道这一见的力度多么狂猛 哎呀 一时间个个都不想再看结果了 有些人甚至另执了头 李源一见到杭少龙单手来招架 他的生意都非常高兴 全力向下一兵 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 杭少龙把木剑 突然间由向横架 变成向上挑 打側一撞 撞在对方好像泰山压顶那样的剑身那里 根本来看来他一见是打横招架的 变成打側一撞 即使将李源这一见的力量 借力霸解了 李源眼看着自己这一见是万无一失的 谁知被杭少龙将他的力度射在一边 当堂只能斩向杭少龙左肩膊头旁边的胸位 哇 你这下周又响你一年转喝彩 连痛恨着杭少龙这个董马痴的赵雅和赵志两个美女 都忘情地欢呼鼓掌 幸好李源现在正是集中精神 和这个董马痴相斗 如果不是 听到大人一起为董马痴鼓掌 一定会夹山击死 众人见到杭少龙巧妙地化开了 李源这个必杀一见 想着他一定会跟着他抢先主攻 谁知杭少龙只躺下了一步 木剑忽吞忽吐飘移不定 以李源的剑法眼光 都摸不出他的虚实 不知道他到底要功啊 又要守 无奈之下只要向后一腿 又拜出深言的门户 不过气势底之前已经低了很多 藤玉一看他两个人交手地前映 即时放心 知道杭少龙已经看准了李源 用了几千年现前大显神威的心态 故意落他面上丢架 使他心浮气躁 无尽失利 在战独神说的真是非常高明 既然看到杭少龙这一架 也不再为爱郎担心了 双眼之中射出情迷轻聚的神色 看着杭少龙的身影 只觉得他全身都散发着一种 无与伦比的气势和阳光的魅力 而那边对杭少龙一直情不自禁的龙阳军 从第一眼看到这个粗豪大汗开始 龙阳军的心已经移动了 现在眼见他精彩绝联的剑法 更加神闻颠倒 暗下决心 任何都要将杭少龙迷倒 都成为自己的情人 反而李元那边的家长 一个一个立刻没有囂張神态 想不到以李元这么厉害的剑法 居然占不到一点的上风 李元勉强修裂心神 木箭上下摆动 然后组织第二轮的攻势 杭少龙就将把剑动回到地 厄立如山 动都不动 只见李元勉强修 想不到董卿军这么高明 小心 向前一冲 突然间兜到杭少龙身后 杭少龙不但也没有转身去影 反而侄报向前一冲 来到李元刚才的位置 压制命转身 木箭姚子对手 前攻后战 立定脚步 意态自弱 一望而知 他并没有因为对手的战术乱了阵脚 反而看清对方的虚神 使李元又扑了个孔 李元和杭少龙刚刚好互相交换了个位置 但是 这下自己又是徒劳无功 在旁边观战的人 看到大气都不敢休息 免得影响了牆上两个人僵持不下的气势 各位 那为什么汉少龙一美防守不肯进攻 其实他也有自己的苦处 就是因为他不可以放开手脚和李元打 在现在的形势 自己一放开手脚 很难隐瞒自己本来的武艺 说不定会被看过他出手的人 勾起对他的回忆 就算杀了李元 自己都得不诚实了 李元两次进攻 但是始终都没有得手 一时间也没有耐性 又费剑狂攻 李一招 他使得风寒如电狠压无论 一天也没有丝毫破绽 杭笑龙心想 你的剑法虽然没有破绽 但是你求胜深切 心浮稀草 反而你的心已经有破绽 他心暗暗照好 所以他剑锋来到生前的时候 在一个黑不容发的时间 向旁边一闪 接着你认了那句 静弱处子动如撤肚 而且动作潇洒意态超越 当同的东西来一阵的喝彩声 李元见他闪灾 即时起出望外 你这一闪气势一衰 还点挡到我连环剑法 当堂大开声 飞剑向前侧气 杭笑龙吓吓一笑 木剑闪灵的向前一挡 啪声一步不让 连挡的五剑受得稳如铁桶 而且朝朝隐含后着变化 使得李元都不敢过分逼近 木剑交击的声音连连响起 众人看见他两个精妙剑法的交手 都忘记了为自己这边打气 只见他两个的剑法 好像天马行空飘忽不定 大家看到 其实惊叹李元这些莫可抗预的不世建招 但也都奇怪 杭笑龙那些鬼神莫测的招式 尤其对于杭笑龙这个董马痴 大家觉得更为听到 好似赵雅那样 他就感到这个董马痴就像他为人一样 使人觉得他高深莫测 在外貌判断 谁都猜不到 杭笑龙本来应该是力求主动的人 但其实真实的情况 他就刚刚调转 现在见到的是李元不断狂攻 但杭笑龙呢 使得对方不能越过雷池一捕 李元虽然主动狂攻 但对方受得固药金汤 使得自己很多精妙剑法 都没办法太想用场 而且对手楼露出来的那种 坚硬无比的斗志和引力 更加使得自己气馁 当然 也都因为他两次进攻都毫无收获 气势就自然减弱了 否则他哪会这么容易 现在就像这种洩气的感觉呢 即使五剑被人挡开 第六剑还未攻出的时候 对方的木剑突然幻出几度剑影 都不知道要攻向自己的哪一边 李元当堂胆怯了 即时闪身后退 杭笑龙吓一笑 将木剑放回肩膀里面 以太自如地向退到十步开外的李元说 李兄果然剑法高明 看人自问难以取胜 谁想着见好就收 就此名禁授兵 你说怎样 李元听到当堂蛇我呆了 他身边一阵红一阵白 虽然现在可以说是未分胜败 但人人都见到自己三次都被这个董马斯打腿 哎呀 那哪里有面呢 但人家这么说 如果坚持在战 一来就显得又欠风度 更加拿命是自己现在已经大失信心 斗志全无了 那怎么办呢 正在犹疑不定的时候 担心着项笑龙真是打伤李元的国家 就立刻站起来说 这一战我看不分胜败了 今天我们真是大开眼界啊 李元听到的心暗暗迷恨 但表面上也只有一堆喜笑容 和项笑龙一起接受各人的祝贺 竟然走过来项笑龙身边说 董先生自从今天开始 仰马之忌和剑法可以说的并清相绝 不知道肯不肯来姻缘下塔的地方 为我担了屁马医治一下吗 人人听到这番话 个个都不知道多么羡慕啊 虽然 姻缘只是说 请过来看一下屁马而已 但现在在董马匙大展神威之后 这么来邀请 谁都猜得到 这位绝代的红粉佳人 已经不用再掩饰自己了 他已经向这个董马匙表明了自己的一望情深 刚刚要赶上来 向项笑龙表示祝贺的其他三名女子 被几年抢先一步 但是都感到很无忍就立刻退开 李元听到这番话 你心都不知道多么难过啊 他本来以为今天可以在比武场上威风八面 谁知道现在两名得力的手下重伤 自己也打不赢人家 感到面目无光 最大的打击就是 几年居然当着自己面去约会这个大仇人 他心都不知道多么火滚 冲冲就带人一起离去 赵霸本正在担心着 怎么正负这个李元呢 现在看到项笑龙和龙线一起打走了这个大仇人 即时很开心的嘛 无论如何 我都要请两位来韩馆做客座的教者 你们千万不要推迟啊 赵霸本正在担心着 赵霸本正在担心着 邓先生如果和龙兄娘将来过一年 降笑龙那小孩子 可再来离逃离寒丹 降笑龙和藤易娟的一个神识 暗暗地好笑 喊喊子,降笑龙终于可以脱身 在众人堆上妒忌的眼光之下 宋月竟然出去了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